张柏芝做韩雪的智路人17年,你们怎么看? 张柏芝做韩雪的智路人17年,你们怎么看? 在最新一期的王牌对王牌节目现场,众女星在刘嘉玲的带头下纷纷吐露自己成长中的故事,讲述自己坚强不平凡的经历 轮到韩雪时,这个细心的女子请上了自己的道具,封面有爷爷亲笔梯子的日记本 当大家感慨爷爷对韩雪的教导和他自己对品行的坚持时,他突然打开日记本,亮出了其中一页 在这页纸上,有韩雪和张柏芝17年前的合影和张柏芝曾写给他的话,那时的张柏芝是戏里的主角,而韩雪则是第一次参演 还只是个不起眼的配角 虽然张柏芝本人看到这页纸词都无比惊讶,甚至不敢肯定自己曾经做过这件事 但照片上青色的两人说不了慌 韩雪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欢张柏芝,他就是自己强劲的方向 所以自己时不时就会翻阅这个日记本给自己一些力量 说完还撒娇妙报告,在与17年前同框偶像拥抱后,这个坚强的女孩在转身的一杀流下了眼泪 的确,韩雪与偶像张柏芝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有极强的表演天赋和努力学习的欲望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独立女性界的代表 曾被万人羡慕的张柏芝有着出众的外貌,值得骄傲的事业,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 其与谢霆锋的最终结合曾一度传为佳话 然而2012年,在已有了小儿子之后两人公开了离婚的讯息,整个娱乐圈都为之震动 失去另一半的张柏芝并没有依此而颓废不堪,而是迅速整理情绪重新振作 在奔波事业的同时照顾好自己的两个孩子 甚至在小儿子骨折时冷静地给出处理,彰显一位独立妈妈的理性和伟大 努力践行自己的那句话 我这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妈妈 不同于张柏芝,韩雪参演的影视剧并不多 外界甚至就此传言其出声豪门,根本不屑于演戏,只是玩一玩而已 但她从不为这些流言浪费自己的精力,而是专注于学习和提升自己 在《女人有话说》的节目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拥有超强时间管理能力的她,还有早起学英文的她 在《生林奇境》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为配音高手的她,更是敬业认真的她 很多人都说桂圈真乱,可坚决不言吻戏的韩雪却把职业操守这几个刺客化得无比生动 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吻而去吻,可我那一刻都没被打动 就算我做了,观众能被感动吗? 有人说韩雪身是惊人,所以无人敢追,一直等待爱情的她也并不着急 她过着仙女一样洒脱而精致的生活,却也能一个人修手机拆电机,品尝生活百味 这样的她,或许只欠一个歧视 是,但我相信,她一个人,也能活出所有人羡慕的样子 在节目的最后,两位独立女性的代表再一次亲密合影,模仿着17年前的样子 这一次,不再青涩,而是充满了力量,宣告着我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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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